大家好,又到了兄弟联,10分钟加码系列课程时间,我是威哥 威哥在手,天下我有,大家好,我是小白 好,今天是我们第16讲,第16讲里面我们为大家一起介绍一下基本数据类型的相互转换 我们在未来的开发当中会经常用到,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OK,我们打开我们的客人大纲,在大纲里面我这里列出了两个小点 第一个是我们说在几个八个基本数据类型里面 那么有些数据类型会进行自动的一个转换 有数据类型会自动转换,我们看哪些会进行自动转换 怎么转换,是吧,然后不能转换,不能自动转换的呢 有时候我们需要做强制类型的转换,对吧 强制类型转换的我们需要怎么去做,是吧 语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自动类型转换跟强制类型转换又是什么样 这是两个不同转换的一种方式 那我们挨个先来看一下,看什么是自动转换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说什么是强制转换,你就明白了 好吧,OK,我们看一下啊,这个自动转换 好,那么自动类型转换这个呢,在这儿啊 这里面有一个提示,我们看一下 说容量小的类型呢,会自动转换成容量大的数据类型 这是一个原则 小的转大的,小的转大的,明白吗 好,那小的转大的,哪些小的转哪些大的呢 我们看一下啊,好,这里面是byte, sort, int,这三个 byte, sort, int,对,这三个类型呢,会如果是你用一个float去接收的话 它会自动转换为float类型 float类型比它三个又大,是这个意思啊 会降级转换 那么float类型的这个类型的数据呢,又会自动转换为long类型的 这类型变量 然后long类型变量呢,又会自动转换为double类型的 double类型,明白了吧 这样的,然后这里要注意的一个是byte, sort, int呢,是不会相互转换的 虽然说byte是一个字节 我们这个sort是两个字节,是吧 in的四个字节,是吧,但这里呢,大家要注意一下了 就不能,它们三个是不能,这个,不会自动转换的 不会自动转换 对,你转换的时候可能需要我们后面讲的这个第二点就是强制来进行转换了 好吧,OK,好,那么它们三个,这三个在计算的时候呢 它会自动转换为int类型 自动转换为int 对,比如说byte数据加上这个sort数据的话 它们会转换成int以后再去相加 返回值也会是int类型 明白了吧,好,我们再来写个代码,简单来测试一下,好吧 OK,我们这里呢,我先在这个我们第16讲啊 这个文件夹里面建了一个叫base type convert 这样一个类型转换的一个这样一个类啊,圆形写好 好,那么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这个字节类型的byte是吧 字节类型的我们说是-128到127之间是吧 对,我们说是10,OK,OK,好,这里定义了一个byte类型的啊 这个是啊,字节类型的这个变量的吧 我们自动转换呢,是,比如说我这里拿一个float可以吧 floatf是吧,我们根据那个啊,f等于b 明白了吗,等于b,这个是不是就是把一个 把一个这个,哎,这里是字节啊,是吧 对错了啊,把一个这个字节类型的变量怎么样 负给谁啊,负给这个float类型的变量是吧 就是浮点形,对吧 浮点形的变量 单精度的啊,单精度的,这就是直接负值就行了 对吧 直接复制 这叫自动 它就自动转换成flow类型 存起来 明白了吗 好 比如说我们在这 我就可以怎么样 可以输出一下 输出一下 叫Plant 这个F 对吧 输出一个F 好 我们编译 编译一下 我这里是Ctrl1 Ctrl2就执行 对吧 执行 你看 10.0 是可以直接自动转换了 是吧 自动转换了 就是说 它会把这个数据呢 又存在另一份内存空间 开一份叫 这个空间呢 是float类型 对吧 float类型 它所占的字节是多少 应该float float是四个字节 对吧 四个字节 然后呢 它把这个B 这个数据呢 就存到这个float 这个内存空间里面去了 对吧 是这样的 这叫自动转换 自动转换是吧 对 自动转换 卫哥 强制类型转换又是怎么转换啊 OK 强制类型转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PPT 我们看一下啊 强制类型转换里面呢 它说容量大的类型转换成容量小的数据类型时 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强制这个转换 有加上强制转换服了 也就是说小的到大的是自动转 大的要往小的转就得强制转 对强制转 为什么要强制转呢 你想想 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这个long类型的这个变量 是吧 long类型的变量叫这个 比如1000L是吧 叫1000 就是啊就是长整形是吧 对 长整形这个变量对吧 然后我需要把长整形变量呢 转换成什么 这个int类型的变量 你说怎么刚才是直接这么写就可以了 对吧 就是把这个长整形变量怎么样 负给这个整形变量 这个我们就要记住前面的这个了 就说我们这个g是long类型的 它在内存中是占几个字节啊 还记得吧 八个 八个字节对不对 八个字节 那你想想 如果是这个数大的话 它存进去肯定是会会怎么样 不够存 不够存了 因为它只四个字节 存八个字节的数据是存不下的是吧 存不下的 明白吗 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有这样一个问题 那所以说呢 我们就需要加上强制转换 那强制转换呢 怎么做呢 哎这样写 肯定我们看一下啊 就会报处 看到没有 哎这里面就就就就不行了 哎他就会会会会说哎 不能直接这么写 对吧 那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需要在这边加一个前面加括号 写上类型 强制转换成印的 哎对 这就是怎么 就强制 这个转换 对吧 强制转换 前面加一个括号 加上类型 类型啊 加类型 这样去转就可以了 你看编译就没有问题 所以执行是可以的 是不是啊 哎我们这里没有打印啊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 哎这个I 编译执行 对吧 1000就没有问题 那为什么一1000没有问题 那太大的数据 就会有可能怎么样 丢失是吗 因为不够存嘛 不够存就有可能说 丢失这个进步 是不是这意思啊 哎这就是强制类型转换 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其他的就类似是吧 类似这种情况啊 所以说有可能造成精度降低 或者是数据预出啊 使用的时候要要注意一下啊 对吧 哎要注意一下 就这个意义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布尔类型呢 是不能转换成任何其他数据类型的 布尔不能转 哎布尔 因为它的值就是触跟force嘛 对吧 哎 其他数据类型是不能这样去转换的 所以这里大家要提醒 要注意一下啊 哎呦 维哥嗯 这还有一个差类型的呢 哎对 差类型 我们知道差类型是占几个字节啊 差是一个啊 两个 占两个字节对吧 对 占两个字节 好 那么两个字节 我们需要去做这个处理的时候 你看我们可以这么写 比如说我这个差类型是一个啊 A可以吧 可以 我定一个差类型的A 然后在这呢 我如果我用一个int这个 呃 ic 对吧 去等于c的话 可不可以呢 我们试一下 可以的对吧 可以 这样去负责是没有问题 因为差是两个字节的嘛 这个int是四个字节 是吧 四个字节 那打印出来应该是什么呢 对吧 打印出来应该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ic 是吧 ok 诶 知道了 97 97是吗 好 为什么这里打印出来会是97呢 为啥啊 为啥呢 不知道啊 不知道是吧 好 V哥告诉你是吧 好 ok 那这里呢 我们就要引入一个叫 ask码表啊 这样一个东西 ask码表 对 因为我们在计算机里面 我们需要录入什么 你看我们是录入需要有键盘 是不是 对啊 键盘上是都是什么呀 数字字母还有符号 对不对 aj符号 那这些符号 我们说数据存储是不是都是要变成这个二进制了 对吧 对 二进制 所以说呢 在这个信用机里面啊 它就设计了一个这样一个ask码表 ask码表 就是说就是说这个信息交换的意思就是信息交换标准代码 每一个实进制的数啊都每一个符号都会有一个唯一的一个数字对应 明白吗 明白吗 为什么我们输出A是97呢 因为你看我们对应这里面 如果我们找这个ABCD ABCD这个A 对吧 A你看啊 A字符吧 现在这个是实进制是吧 对 A对应的实进制就是97 也就是我能键盘上输入一个A 实际上到计算机里面实际上就是 知道 97 明白了吗 把97再转换成二进制是吧 实际上所以线盘上任何一个符号都对应的一个数 明白了吗 这是一一对应的固定的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输出的时候啊 哎你就可以我们输出一个A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就是97是吧 那相反啊相反我用一个int int这个s去等于一个这个b 你觉得可以吗 好那我们来试试啊 system out print 对吧 然后s 对吧 对 OK 我们就 Ctrl s保存一下啊 然后Ctrl1编译是吧 对 编译一下 OK 没有问题是吧 好我们Ctrl2 输出是吧 对 输出 哎 打印出来98 是吧 对 打印98 也就刚才我们这个A就是97 B就是98 对 对吧 以此类推吧 每一个字母呢 它都有对应一个这个叫ask码 是吧 这就叫ask码了 OK 进行这转换的 好 呃 那我们这个X这个类型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好吧 OK 好了我们这一节内容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威哥在手 天下我有 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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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